太阳病的辩论纲要的原文 其实包括那个珍珠阳明的问题 因为阳明呢 刚才也有同学也说 为什么取竹三里 阳明金的血位这么多 应该讲竹三里首先这个位置 它本来是一个强壮血位 第二来讲呢 就是它也比较容易取 在四肢嘛 我们讲在下肢比较方便 这是一个很优势的地方 其实你要把它泛化到 太阳病为了阻止它往内传 它穿阳明我们要珍珠阳明 如果穿别的 我觉得也应该珍珠阳明 因为这里取一个重视了胃气 脾胃之气 对于我们讲的胃外功能的 它的一种它的作用 我们说胃气是起源于下胶 滋养于中胶开放于上胶 所以脾胃状 我们这个就有抗病的能力 所以我们到了扫阳病的时候 为什么小财富汤有生枣草呢 生枣草在这里扶症驱邪 它最最关键就是阻止了这个病 从少阳转向太阴 三阴病的地阴太阴病 所以它有这个预防防止 有阳症转阴的这种价值在里面 所以户腹脾胃 大家还要隐身开来 所以所有的病应该讲的 从预防的角度来讲 是最有价值的 重视脾胃 土生筋啊 对不对 从这个丈夫来讲也是相冲的 我们下面来讨论太阳病的本症 中风表虚症 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要重点掌握贵子汤症 它的主症 并基贵子汤的主层配伍 以及它的这个监护法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呢 贵子汤的灵后运用 我们要熟悉 以及它的禁忌症 我们要了解 先来看原文的第十二 第十三条 是讲的贵子汤症 典型的贵子汤症 我们从第十二条开始 一直读到下面 包括它的调覆法 都要把它读完 再读第十三条 太阳中风 阳浮而阴弱 预备 气 太阳中风 阳浮而阴弱 阳浮者热自发 阴弱者 汗自出 色色物寒 西西物风 西西发热 必鸣干呕子 预备 预备 西西发热 必鸣干呕子 桂枝汤煮汁 桂枝三两去皮 一起读 桂枝三两去皮 梢草药三两 干炒二两去皮 山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掰 藏五味 扶举三味 以水击生 水火煮起三身 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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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思寒温 思寒温 扶一身 父以西渔 戳热西州一身渔 以助要力 温福利益时许 便身泽泽 威似有汉的一家 不可利入水流离 并避不除 若依夫汉出并猜 停后腹 不必禁忌 若不汉 更不依前法 又不汉 后腹小处席间 半日许 令三不忌 若病重则 一日一夜 周时观之 福一寂静 病证 并正幽在者 尊作福 若汉不出 乃不至二三计 既生能 年华 肉灭 五心 好 掌握名词解释 杨佛音若 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它代表了病基 也代表了主要的脉象 所以这个词要掌握 在我们题库里边 有这个题 还有扶举 这个要掌握 本来是孔子边 是指的 用牙齿来咬 但在这里隐身为 把药切成小块 搓 大口的喝 搓热粥 大口的喝粥 折折 是讲的 小语不倦 那就说连绵不断的 小汉出 皮肤潮湿 潮韵 这样子 好 所以刚才大家读一遍呢 有好处 就知道哪些字 你还不太熟悉 对不对啊 刚才有同学 就读嗡嗡发热 大家看清楚 上面是一个合字 不是一个公公的公字 把羽毛合起来 你想现在要你 钻在那个乳龙背里边 怎么感觉呢 温温热热的 但是你说像火燥火辣 辣当然不会 是那种感觉 这个词很形象 这条原文 首先他认出了 桂子汤症 桂子汤症的主要的症状 他的病基 已经提出了桂子汤 包括他的调副法 我们来具体分析这条原文 太阳中风 太阳是指的病 太阳病 中风是中风症 是变病与变症的结合 我们熊曼奇教授 很早就提出来 变病与变症相结合 是重情学说的灵魂 我们现在一讲 变病变症呢 都是西医变病 中医变症 觉得中医的这个病的概念 好像没什么价值 因为中医确实很多的病呢 病名是以症状体征为依据 这个是比较犯 没有实质的内涵 而伤寒论是作为 我们中医临床学的 第一部经典著作 它奠定了基础 就一开始 中医就有病的概念 而且这个病的概念 还非常重要 我们讲的六经病 每一个不同的病 它的处理的方法 原则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病 是一个纵向的 对疾病的一个了解 那么症来讲 是一个横断面 是一个阶段性的 阶段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个病 既有纵向的 又横向的 我们说这个交叉点 就对我们 让我们对疾病的一个定位 就非常的准确 所以这个 要大家知晓 就是变病和变症 中医一开始就有的 阳佛阴若 我们前面讲了 既是个专有的名词 要解释 我们考研 我们题库都有这个 什么叫阳佛阴若 阳佛 在上方论里边的阴阳 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前面学过了 原文第三条讲 卖阴阳俱行者 因为张汉 那么阴阳是指的寸官子 这里的阴阳呢 又不是的了 阴是讲的 这个阳是讲的 亲取 亲取即得 那么阳佛阴若的话 是重案即解 实际上这是一个福脉 我们也可以描述为 一个福弱脉 现在我们特别 张汉的原文里边 谈到了困上的石英诊里边 其中脉诊之一 就是讲的福弱脉 太阳病福弱脉 阳佛阴若 代表脉相 也代表了病肌 这个阳佛是代表了 胃气 抗血于外 所以会出现这种浮胜 抗胜于外 那么阴若呢 是讲的阴阴的相对的不足 由于胃气抗血于外 它脱离了它原有的位置 那么道具了这个阴阴失守 我们说胃和阴的关系 阴在内 阴之手也 胃在外 阴之石也 所以胃 它抗血了 相对来讲呢 就局部来空虚 导致阴阴的失守 然后阴阴外泄 所以这个阴和弱 又代表了一种 阴味失调的 贵状症的 太阳病 中风症的一个 主要的病肌的特点 就是阳佛阴若 所以在这里 一个是病肌 一个是真实的脉象 接在下面讨论它的 主要的症状 就是讲的乌寒发热 原文用了很多的 连绵子 色色乌寒 熙熙雾风 熙熙发热 一句话就讲的乌寒 发热 色色也好 熙熙也好 刚才讲的熙熙发热 色色这里讲的是一个 都是反映了这种 发热乌寒都比较轻微 有点一点畏缩的感觉 那么熙熙 就像大家想想 秋天 或者是刚刚春天的时候 下了一点雨 滴在你的身上 那种感觉凉凉的 有点可能毛孔都要 都要竖起来那种感觉 讲的轻微 相对比较轻微的 乌寒发热 所以这个词呢 我们讲 叫连绵子 叫做取生不取义 主要是连绵子反映的 它表达的是这种状态一种 所以大家不要去抠那个色色 到底是具体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说 讲到一个马浮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人做事很马浮 其实就是说他比较初心 但是你能不能说 这个人做事像马像老虎呢 那肯定不是 所以这主要是取其身 而不取其意 乌寒发热 这个 其实乌寒和乌寒 它是 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只是程度的不同 对于 重一点 我们讲身居密室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了 而乌寒呢 是这个电风上对着我吹 我就乌寒 有风则悟 无风则缓 无风则安 这个风对外面吹就没事 所以这种乌风和乌寒 也有程度的区别 但是性质都是一样 风寒这些所引起的一种表现 那么发热 刚才讲的 这种正气抗邪的一个反应 而且呢 这种发热 不是很糟 体温不高 很形象的 气息发热 它的辅佐证 我们看看 有臂鸣刚容 臂鸣怎么理解 你说这个鼻子怎么打鸣呢 其实就是讲的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 有些鼻塞 它的鼻音很重 有些人还没讲什么 鼻音很重 你可能就问他 有没有感冒 有一些是感冒 有一些是呢 有脉性鼻炎 鼻泥 包括我们咳嗽 喷地 流鼻涕 这些都叫鼻泥 肝偶 胃气上瘾 一个是胃窍不利 一个是胃气上瘾 那么本来在太阳之表 怎么会影响到胃和胃呢 这里就要回到我们前面的 谈到的 忠义的整体观 我们讲的太阳 其实在表 但是它跟我们的 尤其是肺位症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在这里的话 震气抗血以外 相对理气不足 疲惫的伸降功能实施 所以会出现一些 相关的反应 有些 最典型就是食欲减脆 胃口不好 重一点可能会想吐 还有一些是不屑 有一些可能会出现大便及天不拉 但这种状态 是不是一定就是里面有病呢 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要攻下法 我们主要还是要把表血解除了 他们的症气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把自己功能都恢复到正常 症状自然好了 我们 这个中风症有病名肝偶 那么伤寒呢 偶膩 会有发汗 后会发汗 病物含 体重 偶膩 卖阴阳剧精等 偶膩也是为其上 所以太阳表症的时候 也可以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 我们现在临床上很多件 但是你见到这种状态 不一定要说 你要一定要跟它处理 关键还是要解决 我们讲的表血的问题 那么它主要的病级 刚才讲了这么多 它的主症 寒热的问题 它的脉是一个浮脉 而且是一个浮弱脉 我们前面讲太阳病是讲的一个浮脉 讲的中风是讲的缓脉 那么浮反脉 这里看到了浮弱脉 把中风症的它的特点 它的病级主要是 空间气表 隐蔽失调 症邪交增 精气不力 所以治疗方面我们讲的这个 方有法 方有法处 那么法乙方传 所以根据这个病级 确立了桂枝汤 用桂枝汤来调油味 来解极驱风 我们就讲桂枝汤 桂枝汤的方药主称是 桂枣姜桃草无味药 那么 这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没吃过桂枝 但是我们起码吃过桂皮 起码到了冬天 包狗肉啊 包羊肉啊 都吃过 那么大枣加藏备 生姜也是大家家里做菜要藏备的 勺药没吃过啊 刚才讲的 摊桌上还用勺药花 它不用别的花 那是有道理 赏心悦目 真净食欲 所以它跟我们领事有关系 当甘草我们就比较少 作为食料 但是也有啊 我这次在中山讲课 我的学生带我去那个中山有个 实习老一个餐厅吃饭 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 那个传统的菜 其中还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他们的一些小吃 也有卖的 我就看中了那个 甘草煮黄豆 就叫甘草豆 就是黄豆用甘草水煮了以后 晒干还是烤干 很好吃啊 就是用甘草煮水 那不也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他们也是把甘草烙来做一种 一种佐料 一种调料 所以说桂草姜草草 既是药 药材也是食材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伤寒的第一方啊 群芳之葵啊 用的药这么简单 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那么这里边的药物 我们说桂子汤 肯定是桂子是军药 勺药是陈药 协作它 同时呢 也能够达到调和淫味 一个是走阳的 一个是走阴的 一个是心善的 一个是酸黏的 那么甘草和大枣呢 是作为这个佐药 甘草呢 是作为君臣作使 此药 同时甘草配桂子 甘草配桂子清干化阳 甘草配勺药 酸干养阴 生姜配桂子 能够加强它的 结表的作用 也同时加强它的 固味 驱风的作用 勺药配大枣呢 加强它养阴的作用 阴阴和领汗的作用 所以这条方 五味药 但是可以看成两股成分 是调和阴阳 调和阴味 调和气血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 那么在 桂子汤 由桂子汤而引申的 我们系列的榜 由桂子汤 以及桂子汤的 加减的运用的话 也反映了六筋病的 一个传变 它的一个用方 以桂子汤的底方的 这样一个特点 有它一个特点 桂子汤 代表调饮味 在里补气血 调阴阳 在金桂药类里边 还专门有 桂子龙某汤 就是治疗 男子湿精 女子梦胶 这样一种 我们讲男女的病 也就是阴阳的病 所以桂子汤 能够调阴阳 桂子汤 发汗力是比较弱的 它养症的作用 不症的作用比较强 所以在治疗上 如果是治疗外感的话 一定要注意 要加强它的作用 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 所以下面呢 就谈谈它的 这个接伏法的问题 还要谈谈 这个剂量 桂子三两 勺药三两 一两 等于15.625克 这是基本的 我们要用的 一两等于15.625克 我们把小树点去掉 大家想桂子汤的 桂子要开多少 45克 着药45克 甘草30 生姜45克 大枣 12枚 我们平时开10克大枣的 可能我们医院给你三个枣 三个枣 有时候两个枣 所以我们起码知道 这个应该也起码有30克 30到 应该是起码有30克 30克 三枚就相当于10克 对不对 12枚应该差不多40克 所以这个量很大的 那我们说这个量大 现在这样用吗 不是 现在我们有些 现在的方济学把它改了 三克或者五克 按照所谓的常规量 我最近的就是刚才 前面介绍在金黄沙龙 黄黄教授那个金黄沙龙 我们广安民医院的副院长 我们糖尿病的研究所的 糖尿病 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就特别提出来 重计起乘科 他专门 他主持了国家973的项目 题目是金方和量效关系的研究 他主要分了五 他找了五个病 一个糖尿病 用葛根青年汤 第二个呢 是这叫小儿肺炎 用麻兴干湿汤 第三个是肌肤症 无线中院这里 用大成一汤 还有治疗 外心病 用单身敌丸 还有治疗这个下肢的 静脉炎还是动脉炎 用的是针剂 中药的针剂 活血化育的药 每个组的都按照 低中高剂量 他起码糖尿病这一块 来初步得出的结论 就是低剂量就按我们教材一般的常规量 然后中度剂量 高剂量就是按照张中景的原量 就是45克 比如说 柜子上用45克 他用的是葛根青年汤 葛根好像是6量 按照这个剂量 黄莲也是按照这些量 所以他用的量很大 最后得的结论 他跟我讲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 糖尿病其实非常有效 其实来讲的最关键是我们那个量不够 他用黄莲 他少着几十克 大的 他用着重的用过黄莲 120克一副中药里面 对啊 我就问他 第一苦 第二伤脾胃 伤脾胃呢 他就学 他跟我讲这个 他的副反应 胃肠反应 根系药的 这个双瓜类的药 双瓜类的副中用大概8%点几 但是用葛根青年汤 引起的副反应2%点几 但是我们三个月以后 做糖花血纹蛋白 中药的疗效 完全跟他比美 还可以达到他那个量 他的思路呢 就是说强调了 我们中医就要变症状 症后的症 还要变症状的症 就是结合现代的药里的研究一些成果 比如说很早 我们这个黄莲 黄莲里边主要有一个小椰 小波茧 这个药呢 是有酱糖作用的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用了葛根青年汤 而且知道这个里面的黄莲 有明显的酱糖作用 那我们就特别的加重这个剂量 它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他说病人用糖花血纹蛋白 有非常 他们从来不手心 是用西药 基本上病人 如果从来没有一个西药 他就用中药 用中药治疗 因为他在卫生部 他也是我们 这个 领导首长保健的 成员组的成员之一 他们 其实我们的领导们 都非常 非常的喜欢中医 所以一般来讲 得病都希望能够中医的治疗 那你症状要改善 最关键指标也要降 他们手转就问他 你能不能用中药 把这个指标降下来 他真的全部都可以 所以我今天 包括我今天的门子 我也想试一试 我黄莲开二十克 然后呢就 药房打过来 签名 我就说 所以我后来变成 我一开完方 我就先签好名 带过去 就说我里家是看过 我不是 不是笔物 我是看过了 特意用的 有病人弱 但是我在里边呢 刚才同学讲到 这个含量的问题 加点肝浆 可以把这个副作用减少 他说病人 既要治病 他会有信心 他不怕苦的 但是我也知道 另外一种反应 我们有些病人 真的有病啊 病症相对的时候 他对这个药 是不抗拒的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口里 我说你在吃什么东西 他给我看看 你叫我吃黄莲 他就黄莲 当口香糖来绝 我说苦不苦 黄莲觉得口里不苦 他像口香糖 他很舒服 所以就说明 他应该是本身 火特别重 他很耐受 他很适应他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解读 如果这个人 真的很抗拒 应该说也 大部分也 不是属于这个人 他走进肌体 他有一种反应性 对不对 所以 他说病人不怕苦 没有谁说吃不完 都可以吃得很好 所以讲到这个 剂量的问题 剂量非常重要 那我也跟他提到一个问题 现在确实 我们在扶养派的 崛起以后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量的父子的命运 所以后来也觉得医院很困惑 因为我们毕竟要面对现实 医院第一是安全 你没有安全 你的疗效是虚的 所以就希望我们要征语 要点 要规 但是在要点 要规里面 父子是绝对不可能用几十上百克的 那如果出来插座 医生要负责任的 我就问到同教授 他们最后的 如果说 他这个策划 九七三计划 如果是成功的话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 最后提供给政府 就是我们的这个计量要改 就不是我们有些专家 想当然这样子拼出来的一个量 应该恢复他的原貌 这样子要点一改 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们就有更大的精力 来实施张文景的想法 对不对 我们现在没有聊一下 是因为我们的计量不够 所以我们 这个同教授 他特别呢 就写了这本书 我们邓老跟他做了提词 他就告诉我 很快就出了 叫重计 起成科 很多病 我们恢复张文景的量 所以我刚才也是特别强调 这是我的 刚刚得到的一个信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接着往下看 上五位 扶举三位 刚才讲的 姜要切 大早要斑 这个三位就是讲的前面的 会少少 要把它搞碎 用水七升 七升多少升 那相当现在的 二级一千四 对吧 一千四百毫升 微火煮起三升 那就是煮起 六百毫升 我们现在的饭碗 我量过 一饭碗就是两百毫升 大家可以 所以说一饭碗 小饭碗 我们的 这个 两百毫升 所以应该是三碗 去止 然后呢 四汗文 就是喝药的时候 这个药要不冷不热 喝一升 先喝三分之一 不以西语 西语 是很短的时间 有些说是三分 有些说是五分钟 三汗论的这本书 应该说被大家研究透 应该是哪个角落都有人写论文 包括关于西语的认识 有论文 我前证还看到 提出来西语是四十三分钟 那我觉得就傻了 我们老是给大家上一堂课 差不多就忽悠了 就是四十三 就是一忽悠 就是西语嘛 所以这个是 应该没那么长 四十三分钟才一个西语 那就太那个 搓热西轴一升 喝完柜子汤 一升还要喝一碗 热粥 热西粥 用这个热西粥来 一个是借骨气 以养胃气 补充汗源 另一方面来讲呢 因为它是热的嘛 借热能来鼓舞胃羊 脾胃的胃 来正奉我们的胃羊 胃外的胃 胃羊 两个胃 一个是脾胃的胃 一个是胃外的胃 所以它有增强 协作发汗的作用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喝热粥 粥的那个养胃 而且热的 我们有时候不喝热粥 喝白开水 热的水 也可以发汗 也可以帮助 这样的作用 温服另一时许 要盖被子 温服是盖被子 一时是两小时 我们讲24小时是12时程 它的范围 应该是便身 泽泽 就是全身 按照 伤痕 便可发汗 便可汗的那篇 原文所讲到的 凡发汗 比手足居舟 折折 微汗 亦时许 发汗的范围 发汗的时间 发汗的程度 都给我们讲清楚了 这是讲的基本的要求 不可令入水流离 这个流离也是个连绵词 就是说不能发汗太过 发汗太过 又伤痒又省阴 而且邪还不一定消除 可以消除 这里讲的病弊不除 所以中医特别强调发汗 有度 若一敷汗出病差 喝一 喝三分之一 如果好了 停后敷 后面的两身药就不用喝了 不必禁忌 若不汗 根服一前法 继续的再喝 把第二身再来喝 又不汗 后服小处期间 就是说这个小处期间 是指的缩短给药的间隙 平平的给 这个应该说给的更快 时间更短一点 为什么 提高药物的浓度 增强药物的作用 半日许 半天 三浮净 念三浮净 把这三身药 半天就把它喝完 我们想 现在 我们一般用的常规量 是十到十五克 那么张中锦用的 柜子上是用的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十五克 但是四十五克 张中锦的方式 不翻扎的 对吧 煮一遍 然后呢 煮出来以后 先喝一升 先喝三分之一 这个三分之一的量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量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十到十五克嘛 所以跟现在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张中锦还有后续的 好了就停后扶 不好就再给 再给 甚至 若病重者 一日一夜扶 周时观之 周时也就是一日一夜 这个周时是两个圈 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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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观察 福一即进 病症 幽在者 根作福 若汉不出 乃福之二三季 它的一季药 相当于我们的三季药 二三季 相当于我们六到九季的药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自来一个太阳病 效果不好 是我们的功夫味道 我们只知道它的方药组成 而且现在基本上就是 拍好一包药 甚至要变成翻扎 一天煮两次 那是肯定没效的 我们外感病 肯定要连绵不断的给药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开两到三季 这是四季药 要病人 慢慢的 平平的喝 现在需要的都要用到 TID COID 对不对 中药为什么一剂药 还把它还要煮 第一次煮 第二次再来煮 原药再复杂 能取得疗效吗 那肯定不行 一样的药 平平的给药 保持有效的血药淋涂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疗效不好 也跟我们的 对于这个药的运用的 这个细节 没有把握好有关系 还有借口 进深冷连滑肉面 五辛九辣 臭恶 这些东西呢 都是比较难消化的东西 包括深冷的 油腻的 还有一些腐败的食物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得外感的病人 我们会教病人怎么样 要清淡饮食 不要吃得太油腻 有些病人得到外感 八烧还喝鸡汤 那个烧是很难退的 为什么 我们说 在这个时候 正气抗邪了 我们的胃肠要清理 如果胃肠 还有极致 还有东西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正气要 大部分的能量 放在这里来消化食物 它哪有能量来抗外邪呢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太 觉得太自腻的东西 一定要清淡 好 这是讲的 柜子汤 第一方 言文第十二条 以及它的调覆法 我们把它概括为 这个 掌握五个方面的原则 第一呢就是 要厚要错粥 第二是温服要危害 不能太过 这是基本条件 必备的 所以柜子上开完一定要 胶带病的 喝完热粥 然后要盖被子 要发汗 发汗要发 大概雾两个小时 过孝的时候就停服 如果没有孝的话呢 继续的守这个方 还要平平的给药 最后呢 药后要借口 这个事讲得很详细 我举个案例给大家看 这是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女孩子14岁 中学生 发了雾寒一天 小朋友呢 是因为游泳 瘦了一点凉 一般游泳呢 都是会肚子饿 所以就拼命地吃东西 吃得很饱 同时也旁边 有几个同学呢 是出水痘 所以他第二天 自己就发烧了 怕了 特别怕了 盖两床被子 然后有汗出 有头痛 而且头痛的位置 是后向痛 口不渴 不想吃饭 大便不通 小便正常 他的体温39度6 通身是灼热的 发烧 肺部筋整 没什么问题 得知之淡的 胎薄白 有点异胎 则边有点齿硬 脉是胡华硕的脉 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病例 应该是一个什么症 卫生症的依据是什么 不寒 有汗出 有头痛 有腺下 他的脉呢 不脉 但是呢 他不是 他有滑脉 他有塑脉 为什么塑脉呢 塑脉是什么 他有发烧 对对 所以塑脉有发烧的脉 脉一跳的快 这个不代表一定是热 好 大家讲得不错 终于辩证贵肠症 原文第13条 太阳病 发热汗去乌风脉反 这个应该是头痛 发热汗去乌风 贵肠主持 这是讲的原文第2条 这个脉不缓 脉是塑脉 我先说脉是塑脉 是发热的问题 脉滑 跟他家有施有关 也当然也是 正气相对来讲 正气抗血 比较正 开了柜子汤的原方 但是我们用的汤桂量 没用到45克 然后加了茯苓 加了霍香 为什么 有湿 游泳沾了湿 小朋友水痘也是湿 水痘也是湿血 湿热汁血 看看你们有没有见过水痘啊 一波一波的 金融透亮的 我的小孩就是高二的时候出水痘 铺天盖地 他是星期五晚上回来 就开始说痒 然后很快 他真的吓人 整个背啊 脸上什么地方都是的 全身都长了 脸上啊 手上啊 背上啊 很疼 一片片的 很厉害 给他吃中药 然后呢 因为又痒嘛 他又痒 要去抓 就把他食敷 把那个药渣 再煮水 然后让毛巾 把他打湿以后 敷在身上 去拍拍拍 还不敢去那个 擦 拍拍拍 等一下拿出来 再拍拍拍 就用了中药 他是湿很重 真的很快 当时也发烧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星期一早上就去上课了 别的同学 好几个同学 听说还住院 那他就得以中药的资格 好 喝了一剂 然后呢 要他搓热粥 然后要盖被子 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啊 盖被子 会出很多汗 其实真正得了外感的话 他不一定像你想象 那么容易出汗 但是五分钟 头汗 然后但是手脚没有汗 当时您讲要手足居舟啊 所以大约过了 喝药15分钟 变成就出汗了 体温就降到38度次 然后说口渴 要喝水 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 整共一个小时啊 整个过程 又说前额痛 还有側头痛 两边头痛 耳朵闭听不到 然后眼 眼睛特别的灼痛 灼热疼痛 手脚特别烫手 烦热 还是怕风汗出 他的舌下脉下 风前 好 刚才同学说继续 继续手远方 后来怎么样呢 首先他有太阳 太阳还没好 太阳太盛了 内泼扫阳 为什么说泼扫阳呢 他有什么依据啊 少阳症 两侧 然后耳病 大家以后学少阳病 耳龙物刺 这是少阳病 同时 他的手 手和脚的特别的烫 我们讲手足繁热 这是太阴表症的表现 所以我们结合 太阴病有表的话 张宗景是 太阳病 太阴病 脉腐者可发汗 饮柜子糖 也是用柜子糖 再加上 这个 脉腐反 手足四温的 细在太阴 手足四温 手足热 实际是反应感 这两条都反应是 跟太阴有关系 那实际上呢 是一个太阳 少阳 兼有太阴 而太阴的话 有表的话 也是可以从太阳 饮柜子糖 所以就用了一个 财富柜子糖 用柜子糖 同时还加小财富汤 财富柜子糖 这个我们 赵云病的那个方法 同时也加了 还是继续加霍香 加茯苓 还加了青蒿 来透血 来脆热 这个时候没给它喝粥了 然后就盖被子 然后用这个风油精 擦它的风池风火 这些大椎啊 金鸣啊 太阳穴 跟它使劲的擦 这个也有一定的 驱血的作用 因为它也确实头痛 三十分钟以后 体温降至三四七度发 头痛没有了 耳朵 听到了 马上精神就爽了 脉也比较平稳 就问了 有没有想吃白粥呢 因为我们说一般 发了烧以后 体质比较弱 口也干啊 肠胃又不太好 不想吃饭 那就喝点粥了 不想吃水的东西 要喝 要想吃干饭 就说明里面 还是有事 为其建树 再实鞋上层 那么原房再进一季 吃了几季啊 等于是三季啊 第一季柜子汤 第二季柴汤 第三季还是柴汤 汗处绵绵 稍稍有点咳嗽 有点痰 好心下 这个血有出路 第二天早上 三十七度二 然后就排便了 说疲倦 疲倦 阴中痛 这觉得好像不对哦 这小朋友 十四岁女孩子 阴中痛 是不是尿道痛啊 他说不是 是阴中臭痛 那么张仲锦的原文 在八十八条讲的 这个汉处禁令里面 被讲的汉家 重发汉 必反复心乱 小病阴疼 语欲良难 发汉太过 省上的阴经 要到这个中心 要采取收敛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 说明是伤阴了 前面不是说 想吃干饭吗 吃重 现在是伤阴了 白饮 就是用米汤 加点蜂蜜来调 到了中餐 食欲大增了 小吃饭了 声音特别响亮 能不能吃麦当劳啊 好吧 三级药 三十九度六 纯中药治疗 那么大家会觉得 这个病案记录都非常详细 几分钟几分钟 这样记录 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的小孩 小孩发沙 当我小孩今天考上大学了 考上武汉大学了 今天刚刚去课书 那么小孩子呢 大家你们都是父母的宝贝 所以看着很重 平时来讲 我们都觉得最怕小孩生病 最怕小孩感冒 所以都要他穿衣服 老实说多穿一点 别人穿一件 给他就穿两件 所以小孩平时 懂得说是容易出汗 我觉得是咒理的松疏 而且经常发烧 每年大概要烧 高中以前 尤其是幼儿园小学 差不多每年要烧两到三次 一烧就是超高热 超过40度 往往我们做医生的 有时候自己父母啊 真的把不准这个病 看不准的 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所以往往别人说 这个要好 那个说那个要好 所以就乱了 没有一种清醒的头脑 尤其我们 我先生啊 比较偏重西医 所以都是 开始小孩发烧 肯定打抗菌素 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打了七天的抗菌素 而且往往是吊着一把 体温就马上上了 更厉害 根本没有效果 所以这次他正好出差了 我就很 自己就想来大涨鸿头 我想我来试一下 上海能的吧 再加上我们当时 也是作为国家 中药管理局的优秀人才 要叫作业 用金方的作业 心得 那我就自己想 听了他的肺没什么问题 就跟他开了这个药 开了药以后 就是这个过程 后来我先生回来了 他就觉得有点 有点大胆 他说你一个教授 小孩子一不照片 又不念血相 就开点中药吃 哎 好了 好了 是好了 但是他觉得不放心 照片就不用了 后来还抓着他去念血 白细胞三千辛 他这个病毒感染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们很多同事说 那一段小孩的发烧 基本上很难好 都跟湿 因为下雨比较多 湿有关 湿蟹的重拙 第二呢 就是 其实他的病机 我们讲的除了这个 外血以外 他也很特殊的情况 考试 正好是面临考试 脂肠脾育脏肝 还有外血 还有食足 还有食字 吃得太饱了 都有几个因素夹着在一起 正需斜食 然后用柜子拿来调养 其实到了后期 我也没有把这个禁忌 也没有说把它吃完 最后还是以白饮加蜂蜜 调养它 所以这一经里边讲的 大毒治病 十七七六 好了百分之六十 你这个药就要停掉了 那么无毒治病 就是没有毒 你也要持续一酒 最后还是要靠 骨肉 火菜 食养 净之 无死过眼 伤心胜眼 还是要 我们讲的食疗 是最安全的 甚至讲的柜子汤 柜子汤的治疗 所以我们也看出来 中药的退烧 不是想象那么慢 其实它也是非常快的 你看五分钟就开始发汗 就开始退烧 很快的 只要我们有心 当我还没用那么大量 如果用的那么大量的话 我现在也知道了 可以按照张中景这样开 三剂 我们当按它每剂十五颗这样开 然后病人包药 我要它三剂要合在一起包 然后先吃三剂 这样子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不好再吃 后面的量 一碗再吃一碗 就跟着跟着 这个最少的效果应该更好 我的量还用得非常的保守 所以说中药 不是想象的 它也可以治疗急症 一样的 也可以治疗大病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的学习 我们觉得商量的方式 确确实是方正是存在的 方是有效的 我们继续讨论 刚才讲的柜子汤症 太原中风表须症的 第一条原文 第十二条 已经谈到了柜子汤症的主症 他的方药 还有他的调副法 刚才同学帮我数了一下 调副法156个字 最好大家读得滚瓜烂生 非常重要 因为张中景不会重复 他后面很多的相关的调副的内容 他会用一句话 依前法 依柜子法 就是讲的这个 讲完了也不再重复的了 所以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北中医 你要考他的研究生 这一段原文是必考的 他们要求一定要背诵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做医生呢 把张上来学了 调文还记得一些 方药也知道 但是计量就有时候不一定记得准确 尤其他的调副法 那这些都全部不记得了 所以有时候疗效不好啊 不能怪赵梦景 也不能怪中医 是我们读书没读到 没读到位 尤其一些细节的地方 没有掌握 所以 成败 我们讲 细节决定成败 原文第十三条 他讲的是太阳病 头痛发热 汗出雾缝 跪上组织 这条原文跟哪条原文相似啊 第二条 第二条是太阳病 发热汗出雾缝 卖法 这里是头痛发热汗出雾缝 对不对 三句话是重叠的 怎么记 大家觉得上海 有些条文难记的话 掌握一些规律 讲提纲正 讲分形的时候 发热打头 第二条是讲太阳病 发热汗出雾缝卖法 第三条是 过于发热 后会发热 第六条是讲的 发热汗出而渴 对不对 都是讲发热 而讲到具体的 方正太阳病的时候 头痛打头 第一首先讲头痛 所以记住了 麻烦汗症也是头痛 看一遍头痛 头痛 身疼 腰痛 骨骼 疼痛 误缝 无汗 而喘着 头痛汗出 头痛发热 汗出误缝 柜子汤 主子 这里没有讲麦了 刚才同学跟我提到 前面讲 浮麦 讲法麦 现在讲浮弱麦 矛盾吗 其实伤寒论 柜子上正最最重要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 汗出是它最关键的 因为伤寒和中风的 鉴别要点 如果作为单选题的话 你一定要写汗出与否 它的麦相当然有 浮井麦 浮弱麦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看出它的麦相 是有多样性的 有浮麦 有浮反 有浮弱 我们现在后面还可以看到 硕麦 红大麦都可以看到 所以麦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 它也是 不是它唯一 这个 只有一种麦相 所以在原文第四三条 根本就没谈麦 对不对 这讲什么 只要病人具有 头痛发热 汗出雾风 这个症状 你就 这一组症状 你就可以用柜子汤 而且是柜子汤 组织 大家看看分量 上海论在某个方证的时候 它分层次 它的表达 有些说组织 有些说可语 有些说 这个泥 怎么怎么的 这种用语的强度不同 反映了这个病症的贴切性的强弱 组织往往聊下是百分之百 也不要你多想 肯定是这个症 所以张仲锦的这个 我们有人提出来 这个叫做变症症 症状症 我们知道有变病 有变症 这个症状症 有变病 但是不要忽略症 有人说 心医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好像这个东西很错误 但是中医要不要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了 有时候也要 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 病人的突出的 主术的问题 我们只是照顾在全面 而忽略在局部的话 有时候也会犯错误 就病人得不到 不能让他满意 所以现在也觉得 要重视这个问题 包括病人 比如说我呕吐 你首先要帮我直呕 无论你怎么治 对不对 这个是很关键 我的糖尿病 你怎么样改善 我的体质都好 我的血糖尿降下来 这个是客观的 所以病人的需求 尤其走到今天 所以变症状的症 张仲锦原本里面 有非常多的就是变症状 而且我认为 这个变症状是我们 他的高度 应该说难度 还要比变症后的症 还要来 这是张仲锦 我们讲的 不自觉 自觉不自觉 或者说他更早地 运用了这种 群症医学的 这种方法 来归纳整理提炼 就是说只要 临床上 无论是中风伤寒 我不管你病因怎么样 我也不管你 迈向怎么样 只要你符合这四个症 肯定是用柜子糖 必用无盈 而且疗效是肯定的 这个是很难得 这个是他的 真的是要通过 大量的临床实践 找出了柜子糖症的最最有力的 他的对这个方症贡献度最大的几个主要的症状 我们平时要做什么做 大量的案例的调研 我们还真的还有专家的问卷的调查 就是说大家都认同这几个是确定的 那我们再领出来 那么张仲敬 在他的原文里面 很多地方是强调的辩证 症状的症 最高形式啊 更难 刘渡周老 在应该是六四年代 还是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是郝万三教授的讲课里面讲到的 说在河北有个地方呢 有个兵工厂起火 然后那种浓烟造成了消化道的黏膜的水肿 所以病人普遍都出现发热 这个除了发热以外 还有这个胃痛 还有呕吐 吸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这种方法真的是很难说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它是吸入进去的 那么刘老 当时是请了刘老去治疗 他带了好万三教授 去了以后 因为刘老也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当时也比较封锁 因为兵工厂 那么刘老就想到了 没见过怎么办呢 但是病人有几个症状 他觉得很特别 所以就想到上海论者员们 偶尔发热者小财富汤主子 这个就变症状了 只要病人出现呕吐 发烧 你就肯定有小财富汤 还有呢 这个讲到太阳病 这个正在心下 暗子折痛 卖胡华 是讲的 我们讲的 小结胸 小结胸 小结胸病 正在心下暗子折痛 卖胡华 小献献汤 所以刘老后来就想到了 用了这两条帮 合在一起 柴腺汤 包药都是用大锅来包的 大家都是 把它咬回去喝 病人都好了 他们医院的院长 资工医院的院长 就觉得很奇怪 宗教第一是佩服 有疗效 第二呢 就感到怪了 他说你们中医 在治病前 嘀嘀咕咕 是不是在念咒语啊 其实不是的 是在念经文 念张寒论的条文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 这个 柳老就告诉他是 张寒论里面的方 后来就送了一本 给那位老院长 院长把那本书都翻案了 他喜欢中医 后来他过世 过世之前 把这本书又交给他儿子 他儿子后来也找过 柳老 柳老又给一本新的伤痕 给他 所以说 疗效 尽标准 很幸福 也说明了 在某个阶段的时候 有时候病级很难把握 你说这个病级怎么去算它 很难把握的情况下 只要症状符合 那么症状符合 怎么去掌握 就让你对他的条文 非常的熟悉 所以大家 背条文 读条文 非常重要 就讲了症状的症 非常的重要 好 这是讲的 第四三条 提出了另外一个 一种角度 只要符合临床 刚才讲的这几个脉症 病症 就可以作为 柜子汤的 运用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所以用柜子汤组织 下面呢 有七条 大家翻过来看看 二十五页 从九五 二四 四二 四四 四五 一十五条 以及五十七条 这七条原文 讲的是柜子汤的 灵猴运用 我们也可以说是 柜子汤的 适应证 柜子汤的适应证 以柜子汤 所以我们说这里 有没有说柜子汤组织啊 这里都没谈了 前面十二十三条 是要背诵的 重点条文 包括 他的 这个调护法 一百五十六个字 是要读书的 那么后面是 我们特别 没有特别强调啊 大家理解 后面就没有说组织 前面十二十三条 是组织 非常目属的 非常典型的 柜子汤证 我们先来看看 九十五条 大家看看这条原文里边 有哪些关键词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 大家要自学 我们要把时间 交给同学 所以这些条文 比较浅显的 不会讲得很细 我们突出重点 把难点提出来 这条原文 太阳病发的 汉处者之为 婴弱胃墙 这个胃墙呢 就跟我们讲的 杨复婴弱的概念 有相似 这个墙不是说 它的强大强盛 不是正面的 不是生理的 是一种病理状态 这种墙并不能保护机体 保护我们的正气 故使汉处 这种汉处的原因 是由于 胃气抗邪于外 你应失守 导致汉处 那么关键词在 欲救邪风 这几个字很重要 这里我们教材也讲了 这个救 本来救是救的职业 消除的意思 那么我们讲救火 救灾 强险救灾 那么都是禁止的意思 但是我们人能不能说 把它禁止 所以这里的这个 这个止 消除 要把它引生为帮助 帮助我们人体 来抗拒外邪 所以在这里 欲救邪风 就是解除 帮助人体来解除 风险 邪风就是讲的风险 引起的太阳病 所以我们讲 贵子汤证的治疗的方法 治疗原则的时候 会说解击 驱风 调和 引味 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是随意的 这样安葬这样的词 有同学说 老师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我考试的时候 我就凭我的想象去写 行不行 我说不行 要用规范的语言 这个规范语言就是 是张仲敬本在 原文里面有的 我们教材这样讲 贵子汤证 治疗方法 治疗原则就是 解击 驱风 调一味 而麻烦汤证 一定是心闷发汗 全会评传 你不能说 另外想一套什么词 来替代它 不行 原文就有 当我们说 这个解击驱风 驱风从这来 解击 后面还有条文 会谈到 贵子是本为解击 是说 这些词是有依据的 来自原文 这条95条是 特别强调了 这种贵子上的作用 一贵子汤 42条 42条太阳病 出伏柜子汤 出现反反不解者 为什么会出现反反不解 这个病级要掌握 节肾 相对来讲 我们喝了柜子汤以后 正气也得到药物的支度 会出现一种剧烈的正邪的搏击 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现在也有专家提出来叫做 鸣血 血鸣血下 就是说喝了药以后出现短暂的症状 加重 会经常有 这是我们在南京开会的时候 有个楼教授 楼是南京的 是一个温州 一个卫校的一个教授 相当不错 他的临床非常厉害 他就讲到他这家高血压病 然后吃了以后反而出现这种 变得很难受 头晕了加重 或者再希望下来吃 血压就降得非常好了 所以这要时间 而且会出现短暂的一种 叫做鸣血现象 就是一种药物的反应 就像这里也是 吃喝了柜子汤以后 尤其血比较重的状态下 它会出现一种急忍的状态 怎么治疗呢 病重药相对不足 张助警采取了一种 先是风持风服 然后雀与柜子上 这个雀是两个然口的意思 我们讲的针药并举的方法 病情比较重啊 刺 刺法 我们讲中 这个针灸有刺有 有这个灸 刺是偏蟹 驱邪 灸一般偏于温补 所以这里用刺法驱邪的方法 而且都用的是 风持风服的位置 风持风服这样的穴位 风持在哪里啊 对啊 凹陷的地方 两耳的连线的 这个中间的凹陷的地方 风持 风服呢 这个刚才正好是这个大锥 不是 那个 一个是颅骨 一个跟这个颈椎的连线的凹陷的地方 因为它两个地方都灌了 两个穴位都灌了一个风制 所以也说它的功效也有一个驱风的作用 用刺法 然后一柜椎 针药 针和药并取的方法 我们现在来讲往往是针和药分加了 搞针灸的就往往 当然有一些也开药 开药的很少用针灸的方法了 所以这个不对的 当中仅的我们看出来古时候是综合质量 这是讲的 第二个是病情比较重的 怎么办 加针灸 我前面的案例我不是说 我没有用针刺 我用个风油筋了 对不对 我也是由它的风 风之风府啊 大锥啊 太阳啊 这些草 精明啊 这些地方 也是为了解写 当然如果用刺法效果更好 第42条 是讲的 卖正未解 卖腐弱的关键词是卖腐弱 所以这里就真实的讲出来了这种腐弱脉 准确的表达了腐弱脉 我们也知道贵腐弱脉有腐弱脉 有腐弱脉 这里提出来了 最后呢 五十七条 五十七条 大家看看这个关键词在哪里 也有很颜色的地方 伤寒发汗已解 半日水 不凡 你看看这个药 好了以后又来了 脉不硕的 可用发汗 胃脉 好 提出了不硕脉 可以用胃脉 为什么硕脉啊 这个硕脉代不代表热症呢 不是 我们不要见到硕脉就热 见到发烧就是热症 我前面举的案例 39度 39度 认识用柜脉 就是说让我不敢用 所以我带了一个鼓底 他跟我之前 他就说老师 我从来没有用过麻黄柜 麻黄柜柜 我从来没有用过 那么看到你这样用的话 我回去大胆用了 诶 良效很好 只是说大家是一种 一种一种 进入为主的想法 就觉得往中南方地区 比较热 所以一般比较热 其实有时候 威药效果还是挺好的 也是确实有 这个痕症 所以不硕脉 这个硕脉 这个硕脉是由于发烧啊 所以他一定硕 但是他折半胎折白 对不对 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 是一个瘟病 或者是一个理肋症的话 他硕脉 他硕脉是红的 胎是黄的 所以我们讲的 治疼合餐 卖症合餐 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单纯明的硕脉 就不敢用规则 其实很多时候 含或者是 含苞火 这是一个 不硕脉 还可以用柜子汤 这里重重地做一个记号 做到这里 就知道了 就是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条文很多很多 都挪在一起了 我们怎么去掌握他的要点 他的难点 半日许复凡 这种复凡的情况呢 有人说是一种极惹的现象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喝柜子汤啊 为什么要重计 西也强调出发病的时候 所以说用药是一定要 一步就要到尾 比如说 走量加倍的 有这种方法 比如说黄氨药 比如说驱回虫的药 比如说抗结核的药 他手 剂量一定要重 如果轻的话 这个像回虫 还没把他杀死 他在里面更加冻得厉害 他会对付脚团 而引起的长症中 所以一步就要把他杀死 所以说不轻的不重的 这种反而坏事 所以一定 这里提出来 重计的运用是有道理的 刚才讲的这个 反反不解 反反不解 往往跟这个余邪未尽 同时来讲呢 又不感外形也有关系 这个时候要发汗 继续可以用柜子汤 所以我们看出了柜子汤的运用 典型的柜子汤证 十二十三条可以用 但是有些情况 它并不太典型 或者有一个表里同病 或者是由于医生的物质 可以出现很多种种的反应 表证人在 或者是刚才讲的气上冲 反应它并是 虽然没有明显的污含发的那些表现 或者是说表证的表现 但是气上冲也是一种表现 以及出现反反不解的 出现不受脉的 不弱脉的 并且还重的 我们还加针灸的方法来处理 这些方面 七条原文应该说 比较的全面的盖过了 柜子汤的不典型的卖证 或者是柜子汤的灵活运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广义的属于柜子汤的 适应证的范畴 但是这里刚才讲的 没有一句话 没有一个条文是讲的 会上组织 所以组织在前面 前面典型的 但是谈到了这些情况 我们下面呢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翻过来 看五四三五四条 五四三五四条 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柜子汤的实应证 但是它是讲的 病人有汗处 用柜子汤去止汗的 不是发汗的 这两条原文讨论的是 柜子汤证的另外一种命用 柜病 我们讲的柜病的范畴 柜病的 我们讲明未不合的 致汗症 先来看五三条 首先提出一个病的概念 这个病就不是 我们一定是柜子汤症 不是讲的太阳病 这应该包括了外感 也可以尤其是 内臟柜病这一块 内臟病的概念是出来 常致汗就是除汗 它的病因是什么 来这里 张中典前面就讲了 容器和胃部和鞋 胃器不与容器鞋和骨 这里就解释了非常详细的 淫胃失调 对不对 它已经明确的表达了 这是一种淫胃失调 它的病位主要是在 淫胃失调这个范围 而且把它的病基 它的生理讲了一遍 容性脉增 胃型脉外 这个淫胃失调的这种病症 还用柜子上来调淫胃 使它的淫胃的功能 归其原味 而归胃以后 这个汗就自止了 所以是提出来一个 杂病里面 治汗症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用调和淫胃的方法 而汗症也是淫胃不调的 一个结果 用柜子汤调和淫胃 我们不是说柜子汤要发汗吗 柜子汤发汗是有条件的 在这里有没有说柜子汤要怎么搓热 要盖被子啊 没有 杂病用柜子汤是不需要那些条件的 不要盖被子 不要搓热 因为它不是外感 所以不需要来借 这个借用这些方法来达到 发汗驱邪的目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病人脏无塌病 时发热 汗出 不汗出 脏无塌病 说明病人呢 应该说他的五脏六腑是没问题的 那么只是在 我们讲的是在 并不在淫胃 居部比较表浅 这种情况 病人 由于这个胃阳的孕恶 阳气不论外泄 而到阳气内浴 浴久的话会泼经外泄 会出现汗出 所以他的前头的问题是 也是 前面讲的胃气是一种开的概念 也是开的概念 因为不合有两种形式 一种开一种收 一种避的太久了 它的透鞋的 透热的能力下降 所以这种情况 两者并且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处理的方法也有不同 因为一个是发热 这个汗出的话 它没有时间性的 长自汗出 时时不断的都在出汗 那么第二种情况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先发热 然后再出汗 时发热自汗出 热在前汗自出 汗出以后热就消了 然后又发热又出汗 这种是它的功能 明媚的功能失效 所以治疗方面呢 就要先其实发汗 就是在发热之前 就要吃药 然后用棍子汤 加强它的 胃气的透热的能力 那么热不遇在体内了 自然这个汗 也不可能被泼外泄 所以这两者的用药 是一样的 但是有区别 所以下面呢我做了一个比较 不是三五七四调的 比较 都是治汗症 病胃都是在人胃 而且它病肌是人胃不调 当然最最关键是胃气的功能 一个是长治汗出 一个是发热 时发热治汗出 那么长治汗出 刚才讲的是胃气虚弱 不论故乎 我们讲开而不合 它只是打开不收 第二种的是 合而不开 预备了 这个胃虚 我们平时的体表 我们说 这个要根据气候的变化 天热我们就应该打开 要散热 我们要 否则的话我们的身体的温度 跟外界的温度是一致的 那就糟糕了 那我们说这个身体就会 为一个稳定的环境 我们的这些 尤其是我们讲的煤血的功能 受到影响 那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 这种情况呢 是由于 不能协调 跟自然界不能协调 它的发散 洋热的功能降低 就会预避吗 避久的话呢 就会热吗 热的话再泼进外界 所以先热后汗出 那么关键是 开而不合 所以虽然 看起来都差不多 都是没有外邪的概念 它没有表 没有外邪的这个概念 而且它的内脏也没有病 没有其他的病 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淫味不合的自焊症 也把它归属于在杂病的范层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 第一 贵胖症的话 如果是中风表虚症的话 就一定要错热周盖被发汗去血 那么第二种淫味不合的自焊症 又具体再分为一种不需要 就是说正常的喝药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那么如果是先热后出汗的话 就要抢先一步 最最关键是调回它 把鱼味调好了 热也没有了 当然汗也不出了 所以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个 服药的时间有所差异 服药有两种情况 所以这个 柜子汤 我们讲柜子汤症 讲到太阳出风表症 我问大家 这两个字能不能画整号啊 哪个概念大 哪个概念小 大家想想看 哪个概念大 柜子汤正的概念大 因为它除了太阳中风表症 还可以知道什么 杂病 无畏 无畏 好的 这个汗症 这个是杂病 杂病的汗症 对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某某汤症 那么这个方 就是这个症 这个症就用这个方 但是有时候概念呢 有点区别 所以像柜子汤呢 它的运用范围就非常广 它除了 当然第一 开篇第一个讲太阳病嘛 讲到中风表症 那是它的失音症 但是呢 刚才又53 54又讲了它的自焊症 所以说这个概念 这个就不相等了 柜子汤症 它包括了中风表症症 反过来中风表症症 我们说可以用柜子汤治疗 但是 这个概念有一个 大小的概念的差别 也看出了柜子汤 可以发汗 柜子汤 可以止汗 对不对 这里就这样发汗 这里呢 所以柜子汤 所以柜子汤你看看 现在 我们从商量论里面看出它的双向调节作用 看你怎么用 所以我们如果 给病人开柜子汤 一个发烧的病人 一个典型的中风表症症 你就开柜子汤给他 其他不做处理 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单不发汗 还会止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特别强调调呼法 要错周 要盖被子 来服务胃气啊 补充这个经验 然后让他来发汗去写 因为他发汗力还是很弱的 他强调了还是便于温养为主 所以通过这几条原文学习 我们就对柜子汤症 应该是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 所以他这个子汗 子汗的帮 也特别强调了柜子汤的夫法的问题 根据他的病症不同 如果是我们单纯的 胃阳不足的这种不顾的这种自汗症 是不需要错周 而中共表现症是一定要错入周 戳大口的喝 还要补充胃气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柜子汤症就应该是讲完了 柜子汤症的本身的食音症就讲完了 我们还不全面 其实柜子汤在临床上是贯通在六经便症里面 这里是首先提出来他的最最典型的 中风表虚症 我们把它盖过一下 我们整个的教材上行里面 我们选到的是十二十三条 两条 再加上灵活运用的七条 对吧 就九条 再加五三五四 就是十一条 还有两条 我们把它补充了 一个是治疗护兰病里面 护兰病片有一个 还有一个太阳阳明合并的 小便不利 大便 这个六七日不大便的 这里一条 加起来十三条原文 所以柜子汤的功效 我们盖过有调淫味 调气血调阴阳 十三条原文里面反映的 首先最大的食音症是中风表虚 然后呢也强调了他的灵活运用 体质弱的人 或者是发了汗仍然不解的 或者是误用了这种其他的治法 而导致这个表症仍然在的 一句话 省上的症气 这个表还在 还要发汗 用什么方比较好 最好还是柜子汤 因为他偏于温养 他也不正的作用 你记得太阳阳明合并 这里讲到了 小便 大便不通 不大便 但是小便轻的 尽管太阳阳明合并大便不通 他没有热化 所以张文景也是提出来 要先截表 用柜子汤 杂病 他呢 五三五十四 以及霍兰病片 真痛不休的 表现未解 所以太阳病是开篇第一篇 但是霍兰病 我们所以也到了后期了 一样一拆后 牢不了 到了后面了 也特别还要提到他 所以他贯穿了整个六经病 尤其他的变方 由柜子上演变的方 特别特别多 冠上在我们六经病的全方位 非常非常重要 成为群方之魁 群方之怪 我们 每一个医生 在自己的临床 应该说精力有限 时间有限 他所面对的病人 应该说也是 范围也是有个规定的 不是说什么病 什么病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形成了每个老师的 用药的风格不一样 用方的这种偏颇不一样 有一些老师 就是特别喜欢用某一条方 所以我们临床 有一些叫 柜子汤医生 有些医生叫 财富汤医生 叫财富医生 或者柜子医生 其实柜子汤 用的范围是最广的 也是最多人用的 包括我本人 我非常喜欢用柜子汤 我每天开放 都少不了柜子汤 你们星期六 就可以见证一下 李老师 肯定要看柜子汤 但是我会灵活运用 我有些是 典型的柜子汤证 有些是他的变通运用 也是他的监证里面有的帮 帮证 我们这次去 在南京那个 史新泽老师 这是中国科学院的 一位研究员 他讲的就是讲柜子汤 尤其讲的柜子汤的灵活运用 他黄黄地址 黄黄教授的地址 开门地址 所以他用柜子汤也是用的非常多 特别的中爱 就是因为柜子汤的演化 为什么张忍把它放在地上 就是它有一个基础 张忍强调了 我刚才讲的柜子汤 张忍强调的一个学术思想 扶正气 还有他还有一种 我们有个华人不是讲的吗 讲注意的特色 一个是讲的平衡 一个是讲的流动 一个是讲的扶正 柜子汤可以放在汉法里面 对不对 我们错了之后盖被子 它就是汉法 柜子汤放在合法里面 对不对 调和隐味不就合法吗 柜子汤也可以放在补医剂里面 最典型就是小精忍汤 小精忍汤实际上就是柜子汤的原方 从药物组成来讲 加一个仪汤就可以了 柜子汤被勺药加仪汤 它还是柜子汤的一个变方 变成一个调补脾胃 调理宗教的一个很好的方 所以说柜子汤的功效 柜子汤的双向调节作用 现在研究不单单对发汗 既发汗又止汗 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 对于我们的汗泻 还有了就我们的免疫功能 我们的血压 我们的体温 它都有双向调节作用 体温低的人用柜子汤肺体温升高 体温高的人用柜子汤肺降温 血压高的人也是一样的 低的可以高的可以低 所以它这种双向调节作用 就是体现了这种合法的这种特色 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用合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 好 很有一个应该说 切入点非常好的把握的 所以现在的病啊 我们偏执一方也可以 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慢性病 老百姓也会说掌理调理一下 他就讲调理嘛 那我们用的方很多 确实是合计的方用的比较多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 其实还是讲的比较多 讲的比较快 重点呢 这个柜子汤证原文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要背诵 尤其我们讲的调副法的一百五十六个字 我记住了啊 是要读书的 还有柜子汤的 他的这个 杂病的运用 我们讲的五十三五十四条 大家也要比较熟悉 还有柜子汤的禁忌证 禁忌证呢 柜子汤尽管这么好用 刚才讲的它是全方位的 贯同了 尤其突出了张仲锦的主打思想 但是也不是万能的 他有词音证也有禁忌证 我们看看教材啊 我想这些的都很简单 就提一些要点 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们以后想多留点时间去了 出来大家把原文学完以后 多点案例学习 案例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 对大家来讲可能更有兴趣 而且可能是一个 综合一个运用的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把教材翻到二十八页 我们看原文的十六十七十九 这三条原文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十六条 十六条呢 它是取了一半 下篇 起了它的下一段 桂枝本为解极 这个桂枝应该是指的桂枝汤 啊 省略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原文九十 在前面的九十五条吧 就讲了欲救邪峰 对不对啊 这个救邪峰也讲的驱峰 这里来个解极 所以我们说桂枝汤的 字法就是解极驱峰 对不对 这个解极是从这来的 什么叫解极要掌握 解除极表之邪 还是骑士强调的发汗的方法 后面讲 若其人卖胡锦发了汗不出 这是一个什么证呢 伤汗表示证 对了 是伤汗 那么伤汗表示证 能不能用桂枝汤呢 肯定不行 不可以 大家想想为什么不能用桂枝汤 伤汗表示为什么不能用 一个咒里必塞 然后呢 你这个桂枝汤里面有少药的酸 酸 不利 同时来讲呢 我们说麻黄汤症 桂枝汤症哪个病情要重 血要重 应该是麻黄汤症 所以麻黄汤是一个郡汗 而桂枝汤的发汗力度不够 所以叫做病情要重 不合适 再加上呢 麻黄汤症是斜臂的很厉害的 病人是无汗的 而往往容易很快的转化里面 变成含苞火 育而化热 所以桂枝呢 又偏于温氧 偏于浮症 所以这个对他治疗是 对他的这个病情的消除不利的 在这里特别提出了 麻黄汤症是桂枝汤的第一个禁忌症 反过来 桂枝汤是不是麻黄汤的 桂枝汤症是不是麻黄汤的禁忌症呢 就说麻黄汤症不能用桂枝汤 反过来 桂枝汤症能不能用麻黄汤啊 肯定不能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谈到了 俊汉的禁忌里面就包括了 体质虚弱的人 气血阴阳不足的人 是不能用 单纯用麻黄汤 因为他是俊汉 所以在这里张文景特别强调了 长期于致词 物令物言 记住这个词 什么叫致 这个不读识啊 读字 记住的意思 长期于致词 物令物言 所以提出来了 第一禁 那么后面的 是讲的九颗病 讲的这种湿内晕的 以及吐龙血 讲的羊肉内肾的人 是不能用这个桂枝汤 大家去想想 为什么我们在下堂课 再继续跟大家探讨 那么今天重点讨论到 会设上的示意证 记忆证 我们下堂课再继续的讨论 上到这里 下课